你必定也可以当选的 前英文更是我们的马祖谱 这种什么英职匪复啊 不当选还有更好的路啊 一样的会有成就 一切只有你辅助了 尤其我们力量 尤其我们现在的会章 我们也有这个选择了 但是我们早就为了王源的可能去救 来成立这个生命会 我们早就一次地要去运达 一切只有你辅助了 尤其我们力量尤其像这一生 福徒今年我今年落成以后 当满游行人 在任总统的时候 就做他的献祭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蜜蜜 你必定可以当选的 前英文更是我们的马祖父 这种什么英子匪复啊 不当选 还有更好的路啊 一样的会有成就 这个是黄远的 和你们的关系 我们就吃了 光弦新闻 这个是光弦新闻 现在脱落瓶 他以前好 我们一早来领导 好 生命的生意 就给你带 好 好 那给大家称高兴 你带着教评 你敬天 谢谢新闻大师三次 真的 我们以热烈掌声 通送新闻大师离席 好 我心里不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去想 今天和各位要讲 无所住 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台湃 我住在高雄 住在上海 住在美国 你都要住了一个地方 真正的修行的人 他就不急就说 我住在哪里 他无所住 或者我们再讲 再从理想来说 你住在哪里 我们人没停 住在车身明车水里面 住在勇往里面 住在这个石沈阳维着法 六层里面 我们住的地方 就等于地震阳 都是动摇的 都住随时可以回来的 都住在无常里面 所以 这个游所住 不敢离 不敢去 住在不安全的地方 有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无所住 但于六层慧能大使 他本来是一个苦恨神 后来就是因为悟到了 那五层哄了 要从法给他 就讲这个金刚剑 给他听 金刚剑里面有两句话 应无所住而存其心 就是我们这个心 住在哪里 就住在所谓车身 情爱 公民富贵 住在哪里 不好 应该要像太阳一样 太阳住在哪里 这样住在许孔里面 他没有住啊 但是他的光芒是一个 富佗就是的 他无所住 就是没有这种 不计较 不说这是我的 而是你的 他跟一切没有粉粒 没有粉笔 像许孔 他无所住 就住在许孔里面 这个许孔都是他的 所以 这个修行呢 最高的一个境界 心有所住 就心里有所自作 有所计较 有所比较 就有人我是非 不会得到安灵 得到平静 加入行无所住 行无所住 就是不跟你计较 不跟你比较 不跟你对立 我不粉笔 这里 这里哪里读好 等于慈安文法师说 只要自教性啊 东西能不读好啊 所以这个修行啊 这个能够修到 不要能随缘 随分 随喜 不要太多的计较 不要太多的计较 不要太多的人无是非 这应无所住而是即行 那就是在无所住里面 就会平安自责 就会这个很 欢喜安乐